大家好 幫大家介紹這一台 藍艦最新的飛機 武林阿凡提 戴陀螺儀 大家好 來開箱這一台 全新的 藍艦 武林 阿凡提 然後他有帶 陀螺儀 唯一的陀螺儀 他有全字文 半字文跟關閉的功能 全新的 來我們開箱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開箱之前 我們先介紹他的尺寸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 他的驛展是64公分 長度是75 飛行重量是490克 然後他的馬達 2627 4500kV 然後這個是3S、4S都可以用 然後他的電變30A 9G的四輔三顆 然後飛機重心的位置 是6.5公分到7公分這個區間 武林動力一顆 然後他是用3S1300 標配3S1300的電池 然後如果你要上4S可以 那我的建議就是你要飛4S 不要全程全速 因為他的電變比較小 你全程全速的話 他他會那個啟動保護 空中會啟動保護 你的速度會變慢 對 所以如果你要全程全速 非拉反體的話 建議換4SA以上的電變 對 跟大家說一下 好 那我們看一下 裡面 最近 各廠家 都是 都是出小飛機 很有趣 一瞬間全都是出小飛機 好 那旁邊好了 好來 那我們開箱之後 有沒有看到 有一本說明書 說明書的話 他是 中英文介紹 前面是中 前面是英文 後面是中文 然後還有一個 唯一陀螺儀的 唯一陀螺儀的那個接法 中英文介紹 然後這個蠻簡單的 來注意看一下我們說明書 一開始 他的屏尾是用上膠水的把它黏好 然後兩個鋼絲把它拉好 然後翅膀 他翅膀比較貼心 他只要鎖4顆螺絲就好了 對 然後把線接一接 就這樣 基本上就完工了 然後重心的位置就剛剛說的 6.5到7公分左右 然後 他的 生薑的大小多建議在這邊 大洞是1公分 然後小洞是 0.8公分 對 蠻簡單的 這種小飛機基本上 他在組裝的時候 蠻簡單 50的簡單 64的簡單 70的就會比較複雜一點點 然後80 90 越上去 功能越多 呃 會比較越複雜一點 對 這種小飛機基本上 他是 核式 剛入門導風扇的新手 因為他有帶陀螺絲 還蠻簡單 只是因為他是手直的 他需要用丟的 用丟的話 新手可能不會丟 這會有貢獻 對 OK 那我們介紹一下 他的塗裝 是紅白格子塗裝 這個塗裝 他有曾經出現在 飛翼80 阿凡體的 V1身上 這是國際版塗裝 賽巴克他的國際 國際版 國際版的塗裝 上面是白的 下面是紅的 然後 因為他這台飛機是用手丟的 所以他下面有做一個 手直的握把 然後這裡是塑膠開模的塑膠件 降落的時候他會去摩擦 比較不會磨壞 EPO 對 然後四顆螺絲的位置 可以吸引鎖螺絲 翅膀跟機身可以分離 然後這個地方 他有做防滑的 這個防滑的用意是說 降落的時候 去摩擦地板 你的舵腳 跟擺背才不會磨壞 他兩邊都有做 這個是 手直飛機基本的 防滑的保護 防摩擦的保護 OK 好 那我們開箱 飛機本體 然後這個是水瓶 瓶尾 水瓶瓶尾 蠻漂亮的 這個是要用 這個要上膠水 然後這個機身 拆開就很簡單 就三個部件而已 就三個部件 一個就是機身 一個就是瓶尾 然後一個就是 翅膀 就這樣 蠻簡單的 好 OK 好 來 那 我們 看一下 很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他前面還有塑膠開模 這個地方可以 飛機可以直立的 會比較安全 好 那過來我們來檢查其他地方 很漂亮 然後他下面有多了一個作弊孔 作弊孔 然後他的武林動力是放在這邊 我們可以把他 因為他是用磁鐵的結構 打開之後 我們就是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裡面了 2627 4500KV 然後他是多頁的動力 這聽起來 在空中飛起來就有噴射音效 非常棒 好 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好 小飛機 結構就會簡單 好 那我們打開座艙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 這個陀螺椅 陀螺椅是標配 陀螺椅是標配 這陀螺椅 非常非常 很好用 他好用就是說 如果你在 自己一個人手丟的話 如果我們把他開全字紋 全字紋打開 丟出去 他飛機會比較平穩 你會比較好丟 我的話 我都會切 我都會切那個 全字紋丟出去 然後 切上去之後 我就把他開半字紋 這樣飛行 每個人的習慣 對 這是我的習慣 這樣確保飛機 飛上去 安全 對 OK來 然後 他的接線 他都已經幫你漏好了 落後 就是幫你接 預留好了 升降 富翼 油門 很簡單 就三條線 好 這是 橢螺椅的切換開關 四條線 然後 他的電池空間 非常大 他的電池空間 非常大 3S2200的電池也放得進去 然後 他下面還有一個小凹槽 這裡 小凹槽 你接收器 接好了之後 還可以塞到裡面去 節省他的空間 這也是不錯的設計 然後 然後這裡 這兩條線 有看到 這兩條線 我們需要把負翼這兩條線 到時候對接過來就好了 插進去 這樣就好了 對 然後 他這裡還有預留一個通氣孔 我們飛機在前進的時候 他的空氣會 跑到裡面去 可以做散熱 蠻貼心的 然後 然後 座艙的底部 他也有挖空 挖空的話 你可以放比較大的電池 比較高的電池 你可以放進去 當然 這種挖空的設計 有好有壞 為什麼說有好有壞 舉例說 這兩台 一樣是這兩台無零的 注意看 他們這個是裸空的設計 好 這邊 我拿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這個是裸空的設計 看起來就比較 更像象徵機 透明的 你可以放人樓再進去 放裡面 像阿板底的話有沒有 他就是8號的設計 8號的設計 所以他沒有透明的倉蓋 是的 然後下面 有看到嗎 這裡可以裸空 放電池 如果你要放電池 也可以把它挖開就好了 也可以放人樓 對 就看你 看你去怎麼 去運運用 對 我是認為這個蠻漂亮的 因為畢竟 這個 要花錢做 意思就是 成本會比較高一點 好 OK 那基本上開箱的 這個 简單就介紹完 這個真的很簡單 等一下 我再介紹一個 組裝 稍微組裝一下 跟設定的 這樣放進去 鎖上去 這樣就好 很簡單 OK 好 開箱介紹完畢 拜拜 OK 那我們開始來組裝飛機 然後說明書是 請我們 評委先裝 然後再把那個 拉桿扣上 然後過來再組裝翅膀 但我覺得 翅膀 比較大 比較擋我的路 我要先組翅膀 OK 那我們就 開始 我們來先組翅膀囉 好 漂亮的 大家繁體 OK 翅膀 裝好了 好 好 那我們準備來裝 平尾 然後 負翅的線 我是從下面拉進來 拉到上面來 對 然後 過來我們平尾要 黏上去的時候 我發現 因為他這個方向洞是不能 方向多是不能動的 所以如果你直直放進去的話 可能會卡住 所以我是建議從旁邊 這樣斜斜的 斜斜的 這樣給他塞進去 他就跑進去了 斜斜的塞進去 OK 然後我們開始上膠水 好 那 膠水上好了之後 我們就開始把它升到 把它裝進去 然後這個EPO膠水 我們有賣哈 那個非常好用 如果有需要的話 請找我們客服訂購 這是專門在針對 保麗龍飛機 EPO的飛機 針對EPO的飛機 非常好用 OKOK 組裝好了 很漂亮 阿凡體這個塗裝 他就是經典的紅白塗裝 紅白格子塗裝 對 阿凡體 現在有限貨了 少量限貨 代陀螺螢機功能 好 大家好 那我們現在來開始來 接接收 接接收器 來 我們第一棟 第一棟一般都是接負翼 第二棟是接升降 第三棟 接油門 AIL是 AIL1是負翼 ELEV4升降 THRO是油門 對 然後過來 第四棟是方向 我就沒有用了 然後第五棟是陀螺儀開關 對 然後 我跟大家說一下 這是大補碗 3S2200的電池 我給大家看 是他的空間 很大 他可以放3S2200的電池 沒有問題 對啊 然後 這個 大補碗3S1500 100C 大補碗4S1300 120C 大補碗4S1500 100C 這些都有貨 然後 今天我就來找個時間 找個時間 我們來做飛行測試 然後我們現在等一下做通電 看他的設定 OK OK 好 我現在已經通電了 現在通電進去了 然後我們檢查一下負翼 來 往 左 哎 往左他是翹下來的 所以他不對 負翼等一下我們要反向 然後升降 來往下 哎 他是 反向的 好 他是反向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升降也要做反向設定 好 然後在我們的搖翼器裡面 伺服器設定反向 負翼反向 升降反向 好 OK 好 好 來 我們現在負翼往左 OK 好 升降往下 OK 好 好 那陀螺椅 現在是半字紋的狀態 關掉 全字紋 關掉 開 好 OK 好的 OK 那這樣 阿凡提 已經設定完了 然後 折日就可以首行啦 然後 他的4S1500的電池 放了進去 說真的 22004S也放了進去 這空間還蠻大的 因為他原本 阿凡提他的機身就比較 胖 他就比較胖 對 OK 好 那這樣 開箱 幫大家 接上完畢囉 好 拜拜 大家好 這一台 阿凡提已經組裝完畢 折日首行 然後 他的電池空間很大 3S2000 4S2000 也有可能放得進去 當然 飛機不建議太重 太重也不好丟 太重也不好丟 好 輕 好 然後 再介紹我們 大五的電池 3S2200 4S1300 120C 3S1500 這個是 100C 然後 這個是 4S1500 100C 100C OK 如果有需要 順便買電池的 我們可以一起寄出去 然後現在飛機有限貨 OK 那現在開箱跟組裝 還有 陀螺裡的設定 跟大家講解完畢 就這樣 就上帝哦 拜拜